上一把小明的一个塔姆是给到IG这边很大的压力的 就几波的话 UZI可能是有机会要被集合秒掉 但是直接旁边一吃就吃了回去 那现在酒桶在外面 卡卡要被选 酒桶啊不都在 黄子也在 现在其实要给IG一个难题 但我感觉他可能就是都不选 因为现在非常好用的答案很多 还是要拿 黄子 哇我感觉要黄子配蓝博的呀这场比赛 看我觉得这边酒桶可以直接拿下来 是可以拿 还记得黄子坊选球桶 在鼓住位方面 耗线流的猫咪卡马已经不在了 保护流的卡马也不在了 其实优先机就 其他普通优先机就已经不高了 对现在最常用的几个鼓势都已经没有 那这手要不要直接拿个摇摆人 那些阿卡利这样的英雄 但是看起来并没有想要选择 直接给GP赖我手下手卡杀 安心啊 不过这个点 因为赛前我正好也在微博有个评论 我是觉得泰坦要不要强 卡莎配泰坦太强了 那这手霞 对 我觉得这两个体系 真的是打卡莎真的非常舒服了 尤其这个压力也会给到卡莎 是吧 因为有皇子配合自己的中路 如果能抢得现拳去打一波 以泰坦为进攻的包架的话 卡莎的生存空间会得到很大的压缩 因为埃及本身他在红色 他自己是搬了卡莎的 因为贾对象卡莎是一个对象的优势 那卡莎搭配泰坦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组合 所以那这边 RNG这边直接抢到泰坦拿到一个贾 保证他自己下落的优势 那埃及这边想要适合自己是选一个 卡莎以前那个王牌搭档牛头 直接锁了下来 以前的王牌搭档是因为牛头一开始能保障他的巴育 因为那时候泰坦并不是能货 牛头可谓是在下路又能保护 又能去打进攻的一个万金有辅助 对 两边这边拿人都是比较倾向的 接下来还是要针对各自的终项来搬 对 IG要不要考虑一下小虎的蓝柏 我觉得蓝柏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他中途能拿线权 同时配合皇子能打包架的 对了 那这边是搬掉了凯南 其实我觉得有点意外 就是Miko这边从两边都是没有考虑的 是 目前在外面呢 包括刀妹也在 那大RNG这样会如何的应对吧 因为现在毕竟弧度已经出了九筒 已经没有一个摇摆的可能性了 起来呢 不想让IG拿到这种AP和AD结合的这种打野和线上 那RNG是不是要多半一首劫丝啊 前面是搬掉了 他现在像刀妹青钢影这样的英雄 所以我觉得RNG可以考虑一下 小虎的蓝柏还是继续放到了三位上 刀妹加九筒这个组合 RNG要不要考虑 刀妹 最后一首还是关掉了刀妹 阿卡丽 感觉阿卡丽是不是要走上去了呀 因为如果中路两个都是AP的话 对 其实小虎要吃防装的话会比较简单一些 对 然后飞机看一下飞机有没有走一个走上的可能性 啊 是这个可能的 因为如果飞机放在中路的话 皇子搭配他跟一个阿卡丽加九筒的一个中野的话 飞机性不是很强 但是阿卡丽这边也是有一个存在走上的可能性的 对 现在贾特斯放在了外面 贾特斯包括鳄鱼 打下了鳄鱼 看看阿基最后一首啊 阿卡丽究竟去何去何从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去上好一些 其实感觉如果他去上的话 拿个小炮会比较合适 因为必须跟格同也是一边AD一边AP嘛 对 但最近好像Rookie其实对这个英雄的青睞度不会特别高 但是也有练 纳尔那这边阿卡丽还是要走中了 对 纳尔在之前的比赛中 泽特斯也有选用过的 对 这就是本赛季泽特斯三大英雄 凯南内科加纳尔 对 纳尔在对线上鳄鱼来说不会特别的吃力 因为鳄鱼基本上是在向路生态鱼的底端 但是纳尔是有所所藏在的 对在线上去一个小鸭 而在中单方面 两边是跟上一局是有个兑换的 交互是反达到了贝基另一边Rookie阿卡丽 但是这把大陆的方面 RNG里边依然是一个对线的优势 但是两边的打野 其实我觉得这场选择英雄 对抗性会更加强了一些 尤其是跟线上的配合能力啊 对 都是抓节奏的 因为他们本身是在控制 所以他们就不会像上一场那样 在6级前都没有什么大的动作了 对 我觉得对于RNG来说 这场比赛 因为一开始早期啊 如果皇子能去帮一帮中路的飞机 继续地强化一下再终止线权 让飞机至少在阿卡丽到6级以后 没有自己阵亡的这个担忧的话 那飞机如果持续有这种线权 那配合皇子去包下 以泰坦作为一个进攻点 我觉得可能是RNG一开始的节奏 是的 那还是要看一看 两边自己要怎样的发挥 因为飞机也是在阿卡丽6级前 是会压制到它的 如果在这段时间 RNG能找到一波节奏去包下 也是有机会的 反过RNG这边其实说的 我觉得它去到哪条路 都是可以跟线权比较好的一个配合 尤其它第一波一闪的一波 嗯 小虎的心情也很好啊 最近这个赛界好像一直都在 带自己的战术顾目镜嘛 对 那我们一起跟随着 梅塞拉斯奔驰A机车系列 一起进入RNG对阵I7的BO3 第二场对决 2号 好了 感谢现场观众朋友们的加油助威 本场比赛RNG目前是1比0暂时领先客队RNG 上路一开始有个对破 鳄鱼之前一击学了一技能 对着弹强弓打了出来 走下这边带的是一个不灭之窝 对拼性会比较弱 红路已经有了 这一波对拼很伤对的事来说 主要是这边鳄鱼出的是一个多蓝盾 他现场回复能力会比较强 开胜下来了 前期的话 接着到15分钟节点都会是RNG这边阵容的一个优势 然后超出分钟之后 上场更看好IG这边的阵容 对 一开始的河道对碰也是 下边逼出了自己第一个TP 这是福恩的选择 强攻鳄鱼征服者的一个皇子 这边皇子来到下落 看一下 没什么太好的机会 然后另一边是一个不灭之窝的纳尔 加一个迅捷不乏的阿卡丽 感觉这两个在线上都是更多想以耗现为主 皇子很早地入了一波野区 同时九桶是一个 这边是自己的一个三郎开 然后杀了F6 没有打红直接来打这个所有人 他在想规避一波喀萨的一个打野动向吧 应该是 但是他放掉自己双BUFF没有打 而且现在还没有打红的话 很有可能这把喀萨会有一个三BUFF的开局 而且皇子还在做继续的深入 应该是看了一眼 应该是一个棋子看了一个视野 看到了这个三郎是没有了 看到没有的话 应该已经知道了小年开野的一个动向了 对 所以反过来要不要直接去打自己篮呢 九桶这把应该不太好去换野区了 是的 因为中路本身是飞机开始的不停的压线 那他这一波红BUFF打得比较晚的话 意味着等到喀萨的一个红BUFF消失之后 那小年身上还是有一个红的 他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差来找一个机会 他是想快刷野慢带节奏 而且他这波是在往下半区走了 感觉这个红BUFF还想再放一放 对 就是说那他这一场的话 可能在前面没有太想要做事情 先把自己的等级提一提 但是他这场比赛其实 被反了一组蓝BUFF之后 他的等级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是的 而且两边打也都在下落到包玉了 现在这个核心的争夺 感觉小乐颜这边会有些吃亏 因为RNG那边下落双组的压线 这也是这个开起来 准备直接让核心去个上路 对 准备别从中下路过了 哎呦回去了 这边在徘徊 而且蓝色方的下半区野区是空的 黄子是抓完过来的 周总现在陷入了比较难受的境地 是的 主要是现在黄子的下野区里面 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所以小乐颜在这边 可能是有一些浪费时间了 追到了黄子也在哭泥 一通没有调起来 倒锅也没有拉 好 一段时间九筒看他的动向 因为刚才黄子在下落头 九筒应该这个时候要选择去换野区了 对 这边也是找到一个很好的时机 把懒大酥拿了回来 对 说说这边小虎压制力还是比较强的 这他应该是回过一波加 到了传送上来 这两端页 一门门看能摸到那 然后反手点击一下 小雷来到了上路 感觉可以有机会越塔 但是这个时间点 喀萨也是现在上路 感觉上路这边还是比较安全 黄子也在 黄子刺激 对 很有可能被反映到的 看一下这边摊到果实 刚好 两边打也是错开的 相互不知道位置 小莲这个位置很危险 现在是要入狱一个黄子了 黄子一颗直接挑起来 他用肉身想挡掉这个意志 直接撞到了黄子的身上 那必须交闪了 是的 这波还是 喀萨处理的更细致 你直接直接挡住 小莲这边的意志呢 而且他刚刚是去把 蓝大夫反了 没有打这个河系 对 这一场喀萨这个开局 是控到了双河系 同时因为有个控制守卫 把黄子的眼睛给控制 闪现拍 黄子闪现跟输出 这一波 突然之后觉得 一线拿得很漂亮 但是是不是 上野有点缺乏沟通 黄子还在排演的时候 当时鳄鱼去闪现 把人排云 那黄子被迫也招了个闪 对 那这一波可能也是 在RD时间看到了一个 稍动极致的机会 直接闪上去控了 因为毕竟其实你走位 出现在这边 可以闪W接到的距离 是很少的一瞬间 对 这边上的两张交闪 是拿掉了这个衣卷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小莲现在才打掉自己的红 所以他第二个红刷新的 时间会比较慢 而且他也是 等于说就是 这个经验拿的会比较少 比较晚 对 而且他本身因为等于 就已经缺失了 阿卡列 卡卡卡 强吃飞机 但是有下防御塔的伤害 一丝血 皇子 用前击下路 包括自家野区的伤势 开始火动自己的队友 把这条蜂龙给打了 拿了一个蜂龙 现在主要是 Rookie他没有一个PP 所以第一波的话 被小虎踢回来压制了一下的血 那现在这波又水了 那看下边勾到了一个宝兰 反正到锅勾到 到上点燃 顶开了一个皇子 感觉没有太大的机会 而且远近了一把导弹 精准命中 导致红buff的乐颜 一过来想 感觉伤害是不是差了一点 伤害真的是不够 因为等级他没有到六级的九筒 刚刚拿了自己的红buff到五级 伤害真的要差一些的 对 这些我刚刚没有说完的话 皮鲁皮这边是没有传送的 他思绪一大波冰线进塔 他肯定是想要吃的 那第一时间小乐颜 他应该是没有来到正面 来帮忙吃线 所以他这边也是给小虎 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拿到一波单纱 因为乐颜的选择并不是来吃线 他选择是想绕透 从河道出来 两个人打一波干个小虎 但是在此之前小虎就 找到一波空隙 把这个导弹打到了身上 而且上一波 Luki他的一个大招 交上一个闪闪都交了 但Luki如果想要灵活地靠过 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异技能 其实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对 而这波小虎回家 我们刚才在BP中也讲到了 如果是两个AP中路的话 那小虎做出的应对 就是出点魔抗在身上 对 一把引魔刀出在身上 他这样的话可以很完美的去发育 是的 这也就是现在很多飞机 在第一键时候 都会已经远过一个小引操刀挂住 现在这边二连起来 由J1的点燃直接挂上 大招交开 闪现倒勾 但是没有勾住 这边JK大武 转身的话 小明虽然太晕了 还在跟JK大武 这边一个大招跟伤害 之后一下平时收掉小明的人头 对 卡塔这波来了 因为稍微有点晚 所以没有办法去帮自己的队友了 他这一波的话 下路是成功地抓到了 是一个辅助 而且把ADC打残了 是可以把针线推进去的 是 再看下路这波 就有宝篮的一波先手 先手优哉给上引燃 先把优哉的战力给打没 对 这边第一时间这样优哉没有再动力了 反正这边倒勾 是直播到了宝篮 所以JK大武 这边没有遭到太多的伤害 旁边九筒的掩护 也令池原现场的皇子不敢去EQ了 是的 这条龙依然是一个风龙 最近反正RNG比他看起来都是活土活土 那在这场中一直降温 最近东南沿海是这个刮起的台风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的人生财产安全 对 注意一下安全 因为昨天听上海那边朋友来说 就是打雷啊 刮风都还是挺严重的 对 他才来到上楼 但是这个眼被屏蔽的时候 感觉早上应该是有点知道了 有察觉的 小地图有拼信号 是的 这一波小虎的第一波炸药包 同外小虎的思路也很清晰 他应该是去反野了 做视野加反野 把九筒的一组F6给吃了 同时九筒下路想动手 但是阿卡丽 突进到优待的身上 优待这波产现 在上一波是已经交过了的 那只能小明先选择自己走掉 在这波是没有双招的 第一线这个位置被包到的话 感觉就走不了了 所以小明也是没有回头去管自己的ADC 对 在前驱野区受到一个压制之后 我们也发现小赖岩通过了两次下路的帮忙干客 拿回了一些自己的节奏 中路这边野斧联动 来配合中路想抓一个中单 但是这边小明一勾没有勾中 而在这个峡谷先锋附近 我们也发现蓝色发RNG是做足了视野 当局这条峡谷先锋的争夺 应该是会比较优先的 是的 所以已经像多乐而说的一样 直接开打了 而且这个时间点又在是在下路 然后JK拉伍在往上面走 但是看时间来说 感觉RNG拿下来可能性非常大 这个就是因为打野前期 帮一波上路让鳄鱼前期很优 然后中路飞机又吃住线一直在掌控一个推线群 野军在上半区合照的视野蓝球又一站住 那三个条件都满足RNG直接去动了 飞机现在中路有了蓝buff在身上 完全把这个线给吃住 成功拿下来之后可以在后面的几分钟内想想这个先锋要怎么利用了 就如果真的像上一场一样再没开到渡成的话会有些太伤了 因为毕竟这个时候也是大姐都抓起来一个点了 所以那艾志我觉得他们现在就要想一下 怎么样才能做到上一场一样的转线 保证里面战风不会有一个太大的作用 嗯 三大尔这边被抓掉了一波 但是现在还是应该有十个时候的压刀 因为毕竟是一波兵线要进塔了吗 对再吃一吃 双方差的应该有十几刀 对 小虎提匹回线继续发育 三大尔人有了两项 他这把发育挺好的 这边还是很想过来 但是小虎有个娃尔吉利普通直接规避了 虽然被敲晕了 但是位子离塔很近 先锋直接在下塔放不掉了 而且这个时间点只有JK拉伍一个人在 而且小明已经绕后 九筒和他在旁边 这个图层是肯定可以吃掉了 但这边一伞没有撞到 第一时间小明开到了一个秒表 大招直接炸回来 先锋加上一个泰坦 但是泰坦已经已经出发了 反正又被宝兰二连连了起来 这个人之后还是宝兰收了下来 这个防御打还没有点掉 这波IG直接技能全上 强行守住这个一塔 Luki这个位置绕后了 RNG这边的人感觉撤退的比较及时 没有给到太大的机会 这边是吃到了两个肚层 但是牺牲掉了自己的辅助 感觉乐言这个九筒 这个金身的时机判断是差到好处 刚好利用小明这个金身 结束的时间把它炸回 压体身压得很好 感觉我感觉想接啊 这个风龙RNG都不想让 因为他们知道现在 发育比较好的几个点位 是可以承接这波团的 抱抱九筒过来 看一下宝兰这波先手做得相当好 顶魂的小虎 在这皇席的前方 配合这个小虎 跟着野区 时间的一波互换 旁边有个小明 看这一勾 去勾谁 自己的位置并不正好 往上去腰去走了 这一波 他在一起能卖掉自己的队友 是的 这一波的话 宝兰这先手做得太漂亮了 他是从上面海负资产下来之后 直接RNG里面两个人 是没有反应过来 被闪顶了起来 然后反正推到了自己 宝兰这边 他就有一个包围网里 对 所以第一时间是 把RNG里面两个人打到了 没有战斗力 所以就可以顺势 收掉这条风容了 而且刚刚我记得 RNG在一个包围的位置 也不特别的好 直接贴掉了RNG后续的一个支援 这波这个爆破果实 从天而降 令RNG是猝不及防啊 没有想到 哦 爆破果实 我刚以为是海生不小 对 好的 他还先开始了一个大招下来了 然后传品 随后 虽然说小虎配合防止 阶心秒掉一个 但是蓝色防RNG的阵型 已经被打开了 是的 小虎是从上半径过来的吗 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给到自己 射位的一个保护 是的 那这波过后 RNG是实现了 军事上的反销 下路坦还是不好守 二连直接连UZ 太坦反身给大招 也是打中了JK了 两边HC后患下血量 直接大招想去前UZ 又在进步 稍微显得有点蟒重了 没有想到JK的目标 直至于他 是 那这一波虽然流头 是没有大招的 但是也扛了很多的伤害 接下来 我找到一定的时间进场 直接收掉了这边ADC 而且PASA后面来的 其实有点点晚的 那个时间点IG 就可以成功撤退 那这波激发掉 杀了之后 感觉这个下路E塔 是可以砸掉的 对 这波RNG的下路 太想去磨掉这个防御塔了 又是被宝蓝 宝蓝直接贴脸二连 自血的诱惑嘛 现在是IG领先2000多块钱 主要的是集中在自己的下半区 而且上多场打完之后 走下的间议收掉两个人 然后他的一个 现在飞机下的列室 已经没有了嘛 对 而且这一场 小虎的发育也很好 15分钟的时候 站上加一个小引火刀 他这一场感觉 抽钱真的是 偷了很多钱 加上他的线上补刀 也是比较不错的 但本身小虎 他在中路线上 这个压线 然后再转线配合 打野区 辅射边线的这个优势 恐怕要因为RNG 倒掉下个E塔 而要大打折扣了 在这个位置 有个闪线在 第一时间直接被碰到了 交了一个闪线 后面小牛 能不能保护到一支血 但是最后在狭阵中的拉扯 非常非常的飘逸 先杀AD 同时要再年辅助 一几能挂到 二段一过去 交闪线 没过墙 要去抓小明 小明勾墙走 有没有队友在他旁边 没有队友了 阿凯莉可以穷追不舍 是的 感觉这边小明 应该是要被追死了 看一下开了一个护阵 又勾了一下墙 正面的话 宝然过来拦截 那是受不了了 没有闪线 那导部也直接把镜头 给到了上面两个打野 皇子在自己的阵中 直接以一个Q技能将其收掉 是的 这一波的话 感觉是不是小脸 抓到一个机会 把小虎秒掉了 因为看到正面的时候 小虎这边杀是一个死亡的时候 而且他 这个喀萨击杀掉 小脸的时候 是有一个飞机的助攻的 对 应该是当时 九童找了一波机会 嗯 我觉得是九童找了一波机会 直接把一个小虎秒了 这边好难帮帮自己的 一个卡路兵线 看一下上一波 这个小虎是太想输出 JK了 哦 那这一波的话 就是一波二为二嘛 两边大都在 一边是中单 一边是AD 一波比较缓慢的 二边 啊这是帮开 就在在四眼盲区遭遇了 阿卡里 这波拉扯扭头回流伸法 这边小明可怜恶小 但是很努力 拼命的在跑 但是没有办法正面来 挡住了后路 这波小虎 面对一个残血的阿卡里 同时一个残血的防御塔 表示我先点塔 对 Yuki这边还是有大招的 所以是不是也不是很科学的一件事情 直接拔掉了这个 基于很久的下落防御塔 这一把两边的中路一塔都还在 但这一局我觉得 埃及在阵容上 比上局有个巨大的进步 就是他们的先手 有很大的迷幅 先手能力很强 他们这个阵容 而且就是一开始 撞到了下落线 可能会被压制 但是现在 看一下 这边这个辣子 发现真的非常好 已经两件套了 嗯 我觉得还是 安记下落太急躁的原因 是吧 刚才同学讲到了 下落算说 RNG处于一个压制的状态 但也恰恰因为他们在压制 导致他们立防御塔很近 每一次宝兰都趁机 去打一个二连 打起一个先手 是的 小明来到了上路 想要来配合一下 自己上单来抓 把勾底就用掉了 反正一勾CD好 但你没有勾中 中路这个时间点 防御塔open了出来 这个时候 RNG太想在上路 也辅在节奏了 反而中路是放空 就在一个人 独目难知的 并不是很干手 但现在IG已经拔到了 RNG的中路一塔 感觉这是一个不错的趋劲 这样的话 IG接下来的话 入侵也接好 还有大小龙的视野 部分也好 他们会占一个主动权 现在RNG这边 结果我总感觉 他们的ATC要补下装备 现在发育感觉不是很好 对 所以感觉的话 慢慢 两边都还是要 做一个拉扯的打 因为其实 谁也不敢 现在RNG中路球 直接动这条龙了 都没有土龙在 这场比赛 刷第三条风龙 现在风龙 IG成功收下来 下条西的水龙 比起第一把 这一局显得 小龙的属性平和了很多 大招直接用于清兵 阿卡丽在草重里蹲 12线阿卡丽 面对13级的小虎 那小虎现在两天半 还被小雨磨刀在身上 感觉阿卡丽这边 还是不能轻举妄动的 对 毕竟而且刚才飞机身旁 还蹲了一个卡萨 最后有人 而且核刀附近 完全是没有视野 所以Rookie这边也不是很感动 RNG这边四格云集结 IG这边冲入的防御塔 还是有三个人带的 并不是可能 也能让RNG飞下来 这结果感觉 只能带一段兵线 而且因为RNG 已经吃了很多次 宝兰牛头去先手的亏了 所以他们在后续 点塔的时候 也会比较忌惮这一点 像牛头还是牛头 这样的英雄 其实在F6这边 找机会强派能力 都是非常强的 大龙马上就要刷新了 核刀事业方面 是RNG先站住 但是因为有牛头酒桶的情况下 RNG如果想去打野区的 入野进攻的话 也可以轻松地把事业给做回来 对 而且RNG现在 也不着急去顾这个事业 因为RNG阵容秒龙很慢 因为现在双C的装备 都没有成型 他们不是打得太动 要看在纳尔什么时候 去换到下路 因为它现在是个带线装 三条装已经出来了 它是黑切加上冰锤的 这边还是想要在 单带端上找一个突破口 但走在这边 自己还是比较小时的 但卡上的位置感觉有点危险 EQ调起来 小乐言 后续的话 有个人来保护一下 叫一个闪线大招 碰到两个人 反正一个呼叫 EPR 那些大招给到了宝兰身上 小乐言开了个冰身 面对她的是四个人围堵 将其围在当中 这一波还是黄泽孤身入野 富贵险中球 而这个时候德山的怒气 刚刚好接近两下平A 就可以去拍大 安G并没有给她机会 是的 但是正面正好打野 而且Yuki也是在路上的话 感觉爱G现在 还是不能继续征锥了 这波感觉 卡下B像多多老师做的一样 就富贵险中球 她那个位置 第一线是在 爱B三人的包围网里面的 是 刚才因为两边打野 她的属性是很像 谁去打出一个先手 谁都有机会先秒对手 是的 而且这把卡打是出了 直接一个肉桩 所以并不是很怕 自己强行去先手 反正自己打出控制队友 去打收割 对 其实我刚刚也在看 这个幽魂斗篷 对于黄泽孔来说 真的是很条件 因为一般一个肉桩黄泽 他第二件会直接出到 玄泽去翻架 那这边他出到幽魂斗篷 他就很针对 爱G这边的中野两个人了 对 因为爱G现在中野 他毕竟爆发招 同时这场比赛很顺 对 中野是一个带结构的一个点 那反观 德塞里面 他更多是一个带线 而且JKLive这把 也是一个三层化的 一个比较偏AP的出装 野军视野 我们刚才也讲到了 爱G因为他们的先手比较多 所以他们卡住这几个路口 是可以轻松给做回来的 现在反倒视野压力 给到了安基这里 好在安基 他们的野斗也是两个肉 所以其实想强行地 把视野步步无印给做过去 也并不是难事 是的 而且这边还是有一个飞机 可以探路的 嗯 皇子的琴斯也可以 这一把两边做视野 都相对于上一把 安全了很多 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 RNG他们的活动范围 已经被IG压缩到了 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 是的 主要是中路一塔一错 三个外塔都已经没有了 他们现在RNG讲视野区 要先把视野拖除 他能不能去 对 那现在面临的还是 九总跟牛头给的野区压力 下落有一个 沙耶和小虎的单条 沙耶一下下三环点得很快 镜头突然牵手的 难道都没有打起来吗 RUKI这个位置并不是很好 直接吃了太坦一整套控制 这个我觉得是RUKI对于 野区视野太自信了 他觉得野区视野 刚才红色帮IG排完一轮 已经排干净了 但恰好RNG补了 很关键性的 蓝buff一个视野 对RUKI这个视野 这个位置确实太深了 因为散现直接框到了小的颜 小的颜 刚刚应该是把一级能交过 跟一级能刚刚好拉开 反正一级调起来 最后小的颜一个勾 直接收掉了小的颜的人头 对 这两波节奏RNG打得非常的果断 一波是利用视野的 这个也不能叫优势 依靠这个视野的原因 是吧 视野的一个 就是抢战回来一个时机 适时一时间 反正RUKI没有重复到这个讯息 他走位比较大的 对 而且刚刚有一个点 就是RUKI这边是一个终结的人头 给到了UZI的身上 他这一波的话 感觉可以缓一口气 直接出到一个小隐魔刀 加一个875 出到隐魔刀 我们看UZI回到家 也把隐魔刀掏出来了 之前被RUKI 切的确实比较难受 对 现在的话感觉 IG这边如果阿卡利更多 是单代会好一些吧 看一下上一波怎么发生 霞这已经先用掉了 然后这个位置 有真言在 但是感觉 侧方蓝buff这个草丛的视野 是RNG近期才补上的 所以 对当时 KASA站的那个位置 是有一个IG的真言在的 所以RUKI走的那个位置 很可能是想配合自己 后面的四个队友 来进行一个包夹 对 对 该上效适时站出 33比60 接近67 又是在狭窄的路口 但是KASA因为自己比较肉 所以先顶前面 是的 现在IG这边比较积极的 想要来抓一下大龙附近的视野 因为现在 DK拉我的装备 已经三天套了 算是比较成型了 是 而且阿卡利现在装备也不错 还有一个秒表在身上 能够力会比较高 关键的一点 小雷炎这边也出到了一个中亚 它的一个开船 包括自保能力 也会稍微强一些 就不会像前面两波的时候 被别人抓机会直接秒掉了 但我觉得这把IG 它不会太急 因为它在等 的晒的单带 咱们看的晒 他想做智慧魔忍 他就想一路带到底了 是的 他已经觉得 这个纳尔已经觉得 现在我打算已经不想来了 我就等智慧魔忍一出 什么时候威胁到2塔 什么时候才有可能是 IG拿这个大龙去做 牵制的时候 是的 因为 就纳尔的英雄 其实都是单带比较猛 但是现在直接开大龙了 又去拖子晒的装备啊 还是 安静给了一些压力 IG便撤了出来 还是真想过来 但是没有什么机会 这条血龙 但是IG是可以 顺手直接攻下来的 因为这把 其实IG它也有一定的 进攻压力 面对RNG的中下双射手 其实在后期RNG 有皇子和这个泰坦 包括恒云形成一个 两到三个前排 这么一个屏障 它的双射手 输出的空间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点就是 阿卡丽这个英雄 等到你六神章的时候 不是很好 切到对面的双C了 对 就是一个三个大屏障 挡在前面 对 一个是三前排 再一个两个人 都会出一个大隐谋刀 那这边还是有个大刀袋 飞机有这种 抛床区域的一个位移 所以我感觉这一场的话 IG这边响赢 比较考验 RNG的一个发挥 对 一个RNG的发挥 还有就是 九总和牛头 什么时候找到 后续的节奏 包括这个节奏 也要一头余子晒 什么时候能给 下路的方法压力 那这个时间点 则赛代线的话 主要是 IG这边 他们只有一个传送 反观RNG这边有两个 如果IG想要利用 则赛一个单带端 去牵扯RNG的TP的话 一波牵扯出来 比如说小虎的 那下一波 还有一个ZR来顶上 我以为这边第二件 直接做了一个血手 还是很想打团 这个出装 而且正面没有纳尔 其实RNG现在打的 也是比较自信的 觉得其实现在 鳄鱼跟纳尔 真正在团战中 能够做出的贡献 RNG反而也比较 忌惮于纳尔的这个弹控 所以如果纳尔跟鳄鱼 都是在线上 RNG是可以利用 不停的poke去找节奏的 但是宝兰又是 先走出小鸣 这边逼方入货 宝兰开起大招挡在前面 提发出一个伤害 炸毁了太坦 这波小乐言 就是藏在岸上 伺机而动 这波宝兰的机会抓得很好 但刚刚也提到 ZRR他第二件 做了一个血手 现在这个并不是一个单带装 现在在单带装上的话 只在给到他很大的压力 直接扛着塔来 拆掉这个二塔 而且正面的话 IJ是击杀掉了小鸣 所以这边是直接来 开拢B团了 额鱼交TP了 看一下 但是纳尔这个时候怒气不好 纳尔刚刚变小 知道 他再回家 只能直接踢到来正面 这个时候一个小纳尔 TP到正面 而IJ几个人 打龙打的是比较伤的 这波大龙应该要 暂时再放出来 看一下要不要做一个 持续的B团 因为现在太坦 还没有复活 Ruqi已经绕后了 现在特意 在 在ZRG的后面 但是正面 IJ的还是 很好 宝兰这个时候 是没有大招的 牛头现在 我觉得并不肉啊 小乐岩又被 飞机一炮直接炸残 大龙还帮他喷了一口 2000多的水线 IJ要撤出来了 是 这一波的话 IJ感觉要抢大龙 很优势一点 对小乐岩 那等级是比卡卡 要高两级的 对 虽然现在这边 水线不是很多 而且小明来到 IJ这边正面 选择要撤退 但是呢 RNG要不要利用 这个空挡机 在大龙这边 做点轮张呢 尤其小虎这波打得很好 他是利用双方拉扯的时候 他把中路兵线给 推了过去 这个中路兵线 给了IJ一定的压力 是的 虽然这边 比较稳健的一手 没有什么动容 毕竟现在 UZS就回家 刚刚吃到了无尽 虽然的发育 感觉不是很好 现在只有两件套 一些鞋都是没有升级的 对 所以他现在面对 这个戴着单戴装 他现在有点吃不住 则下一下下 点击的伤害了 对 因为如果你要想 单戴的话 他肯定要做青龙刀的 所以现在感觉 则下一边 在单戴线上 有点无解的感觉 对 可以直接威胁到 鳄鱼的高地卡的 对 所以我反觉 如果RG这边 要想来跟 则下单戴的话 可以来派小虎过来吧 嗯 因为现在飞机 其实代行 也是比较安全的嘛 是 哎 原来是 可以叫了UZS 来抓一下 现在则下的路径 非常的好 但是小虎也是很谨慎 带过一小波 就直接走了 带一波直接走 无不堪 又是在这两个熟悉的口子 目前RNG是依靠核桃迅界线 所以暂时在大龙附近的视野 他们压力不大 下条土蒙马上抓紧 土皮还在野区 小虎在这儿有个对拼 但小虎也并不练战 他觉得自己在高地之下 在攻击呢 可能是有原因的 是的 同时小明是被RUPIT 所找到一个爆破果实 试诀效果卡了一下 是的是的 差点以为这是一个臭蛋啊 这个没打出来 那这一波呢 也是一个遭遇 是打到了小明的一个闪现 RUPIT是用了自己的大招 还是抢野区的视野 擦擦鳄鱼两个人 先把视野往外坐一坐 下路又是交给小虎的飞机 我最期待我今天第四件 是出道了一个主妖 其实RNG里面要想先手到他 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 对 两边肯定也就是双方 一开始是由RNG的飞机 先Poke起下 然后可能RNG更多的会想 去打一个先手 那就像现在这样 但是如可以的位置 直接被塔顿勾到了 自己放了一个下阵 同时他几个金身 在等级的队友 卡他直接压起身 EQ挑起来 慢拳飞鱼 直接要灌给RUK 特别于收他人头 同时紧扛在前面那个宝篮 一口九层一个大招 暂时交出闪现 看没 德赛想从侧翼进场 但他怒气并不是很好 是的 现在才是黄鹿 反而居然感觉 要不然侧翠一下 德赛先居然迪自己怒气 马上可以变大 但学校就很正常 闪现一块拍到了两个人 从之后去离过地场 牛头再次一个二连 这一波这开老拿了一个88Q 全部缠凑在这种中 优雅交出闪现 先A是一个 往后走A 再来装不出后 就让他倒钩 倒钩住两个 三个残血将其丢掉 哇 这一波闪现 先停落下 因为RUK跟五人接受 没有人能来抢一条大龙了 这波的上海的怒气啊 刚刚好叠满的时候 可以和牛头两个人 打出了双控制 是的 第一波闪现 直接拍 拍到了两个 虽然连KASA是EQ出来 但是毕竟还在晕在那了 我觉得这波RUK 在一开始去抓 这第一开始 我觉得是 抓RUK走位的问题 但我觉得RNG 一开始抓RUK的时候 投资太多了 尤其是悠哉的漫天飞鱼 他太想用漫天飞鱼 去强行把RUK 刀锋打出来 没错 打一个爆发的伤害 但是后续 在团战中呢 悠哉他的这个生存环境 就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看一下刚才RUK这个位置 其实我在想 他为什么要用到取决的追 因为他自有的 不在一个正面 然后他这个点点 在辖阵里的拉扯 交出了自己的一个中压 然后往后闪现的时候 总好被卡卡挑了起来 这波我纠正一下 尤其他并不是想用漫天飞鱼 打伤害 他是想用漫天飞 规避一下宝兰的先手 这波他是用大招 去躲宝兰的二连 然后反身看现在宝兰 这个状态其实很残 但是这波 则赛的处理非常精彩 那小地图这边 这一辣尾 直接收到一条土龙 看一下这边的闪现拍 这个口子非常的狭窄 你刚出来两个 直接被则赛 打了一波先手 独予有云 并贩度而击之 这个时候德赛 刚好是利用了这个特点 而且这一场 GK拉5就是进场 也特别漂亮 他也直接进到了 他们的前排的位置 同时回来 德赛自己的位置 反手拍了一下 黄子把他拍到墙上 德赛一直前往后拉开 飞机伤害病门的致死 鳄鱼 石阳鬼师反强 切到了后排 但是他暂时比较到 伤害 有点打得不足了 由他自己的倒过 已经用过 反倒是IG 可以做进去的追击 这波现在是 击杀掉了卡萨 正面是一个 无打式的局面 但是IG正面几个 是比较不残 身上有一条水龙 再可以慢慢的回复 这个时间点 走下已经去上路分带了 打了我们buff 还有一分多钟 有UZ 直接被 JK拉5应该是一个W 打到一个不太健康的水线 对 我感觉 其实RNG这个 稍贴的手塔 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看一下 黄鲁鱼 直接顶着上来 强手这个塔 这二二光光也看到 他这样出动的话 会非常多肉 顶在前的话 IG其实除以他 是有这个困难的 对 打前摆的速度 现在还没有到非常爆炸的程度 对 因为IG这个阵容 如果则晒不在正面的话 他们的伤害都比较偏ap 一些 你看这边已经满装了 帽子已经在手 RG这边双c大营默刀 已经做了出来 中上两二上 上也实际上 升回来 反观 小虎 上一波 上一波 RG开的是一个秒表 它的中央还没有做出来 对 这个带着导弹包的飞机 你想让他阻止他发育一波兵线 还是不太可能 嗯 现在中上两个人绑定了 IG这边 他们有点特别想抓机会 就其实是想抓RG这边三带端 但是飞机只要有 瓦尔基里普通 所以他其实被先手到也不太害怕 大龙buff 半分钟即将消散 因为大龙buff上高的话 感觉不是很容易 RG这边手坦能力还是很强的 而且 IG大的起码手比较短 他们并不敢去扛着飞机 还有霞的伤害去点坦 对 这中备 有个机会 最后的十秒钟 IG送一波兵线上来 但是也不太好做后续的推进了 马上双方的节奏又要回归 去争夺野区的视野 然后IG再等下一条中立的资源大龙 然后龙跟大龙在接下来会是同时刷新的 我觉得这一点会比较关键 因为最近其实都看到 经常是两边在换龙上面会有一些 一个博弈嘛 哪边赢的话 感觉赢下比赛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了 对 基本上就易水定赢了 因为现在两边的经济 IG边是领先比较多 对 我觉得现在IG它的节奏就是看那 什么时候能单线 直接摸到防御塔 可能呢就是IG后续的在野区的节奏 对 IG这边装备非常好 但是他们后期一个大保障 就卡莎现在装备也是特别的好嘛 对 上路走下来这边有机 装备又有伤害又很重 这边小农场现在都没有沟通 但是又在这个节奏已经残了 可能是吃了一发这个虚无所谱吧 对应该是被消耗了一下 对应该是被消耗了一下 现在第二发 酒桶直接开大 皇子是舍生取义 一个大招 开始扬鬼 石板甲在这还是干不住后续的障碍 JK了收他人头 另一边是宝兰顶塔 下路两个上台缠斗在一起 德赛是击杀了小火 是的 那这边埃及找了机会 击杀掉RG这边两个人 看一下 哇 推了三个人了 这边 这波难道是交流出了问题吗 安西是不知道 德赛有该找到这一波天空地裂 直接再配合球的后续的前手 打了一波团面 感觉是交流出现了问题 安西他不清楚 德赛还在那直接去走脸了 给了德赛一排三个机会 就当时感觉 RG边三边的走位 是明显像想先把 那边残水的一个大耳处理掉的 对 那也是凭借着德赛的霸气一排三 我们恭喜爱奇是将比分 翻成了一比一平 是的 恭喜爱奇 两波德赛的一个如来神掌的 算是把队伍的一个僵持的体验打破了 听说过一套从天而降的掌法 刚才看到了 对 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爱奇来说 他们的VP叫之前第一局来说 有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真的就是在主动性上 无论说是牛头还是